我们现在在张家口 我们今天这个Vlog是来自于新城和张家口玩HIPHOP的各位 我们到现场玩过亲的 今天晚上是他们的这个现场 Let's go All right here is to the support 我们这次来到我们的新了Vlog的计划当中 That's it 我们到现场张家口之后呢 其实待了大概也就不到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稍微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在画面里面你们看到我还抽空听会儿歌 什么洗脑热蛋对吧 OK在这边呢 我们和几位工作室的哥们一块等电梯 尤其开始响了 你快点 你干嘛 你干嘛 为什么每次你就这么慢 为什么 因为 你确定要这样拨出去吗 对 这是他们自己 要问的 反正一出门整个天气让我们感觉来说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 尤其是 我直接问吧 冷吗 我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你呢 冷吗 蓝方人 蓝方人第一次见血对不对 里边我们需要在这边光榜子跑两步 你跟我一块吧 来 你拖好不拖 你拖好不拖 这就是张家庚 你没有在揍我的帽子 确定要在这么冻的时候打个招呼吗 招可以吗 Fuck 什么感觉 作为张家庚本地人如何评下今天的温度 脚虾是吧 给西安人一个Raceback 这几个全是西北的没有花露 我都受不了 喝点花露 少着点 然后呢 张家庚的哥们带我去他们的当地的一个街头的商店吧 算是他们那个小据点 打个招呼呢 是我们经常要建的流程 相互来拥抱一下我们来自头一次远方的朋友 这家店其实以卖滑板的周边品牌的内容为主 包括像板面啊 或者说大家能看到一些纹身啊 都是集合在这栋楼的二层 小工作室还可以打孔穿孔 钉耳钉什么的 是不是来点手冲 这个冲和你们想的不一样 当然不是那个冲 OK 你看外边的雪的大小 我们就能想到这个地方 可能在冬天真的没有太多能娱乐的办法对吧 其实不是 现在正在玻璃板面上来去绘画的也是冬子他本人 就是一段即兴的小创作吧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状态下 想把自己画的画面绘在自己的玻璃门上 趁着这个时间工作人员的哥们跟东子商量了一下 我们Funkbuster logo能不能用他的方式来去用另外一种状态去描绘 这是他老本行的设设计一个新的字体应该会比较难吧 OK 这个就是成品了 各位 Funky Bastard Funky Bastard 是的 我其实当时进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挺惊讶的 我会以为这是专门为我们设计好了 专门为我们安排好我们作为一个媒体过来报道一下 其实根本不是 只不过那天天外边下雪了 太凉了 没地儿他们去划划板 他们只能在一个暖和的地下通道来去完成他们日常的聚会 后面他卡点了你知道吗 这个没安排过 这是真的 这真的没安排过 所以整个感觉会挺痴 有那种恍惚感 我这不是在张家口的街头 而是在一个某个 Khy放心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让你好好了解下 他们这些玩滑板的孩子们年纪有多大 Check this 来自北京 叫张成 今年16岁 我是冬子 来自河北张家口 西汉街头商店的主理人 机关滑板 孩子街上 KISS 今年14岁 今年14了 我今年15岁 我叫小月 今年15岁 今年15岁 其实我在这种地方能看到很多年轻的孩子 在找到一个他们喜欢的文化 来去聚集到一起 我觉得真特别牛逼 我不是说我看到我当年 我还有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在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这种感觉 我相信你在屏幕前能感觉得到 这种相处的环境特别融洽 上边老大老大妈在玩自己的社交 下边年轻孩子们在玩自己的社交 张家口的地方真的 挺有意思的 对 到这时候我们其实想到了后来 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能玩的一些装备和场地 懂游行池或者杆什么的 我们想到了下地下停车场 做一个滑手找不到玩的地方怎么办 那就回家了 回家了是吧 滑手最怕的事什么 最怕的事 板断 不不不下雨下雪 还有什么你害怕的吗 我害怕的呀 板栏根 板栏根 你怕什么 怕年纪吗 我 我怕我媳妇很操 我什么都不怕 糟了妈什么都不怕 行这会儿保留了 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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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年轻人们 结婚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 懂吗 懂 所以你们以后决定怎么办 不结婚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这点表播 总来说呢我肯定希望这波年轻人不会像老哥一样对吧 其实在这种地儿能找到这种感觉 我还是很震惊的 因为首先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城市 这一个在大家印象中是一个以冬奥会出名的一个地方 我真没想到 抱歉这个平闪了各位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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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帅帅 帅帅帅帅 帅帅帅帅 许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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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张家口 还有真理府 明明处 中国典禅 西函节路商店 张家口那些年轻人们 他们在尝试用自己的行为 还有举动来去还原他们眼中 那些吧 这tool的support tool right here funky bastard 希望你在这个年纪 还会想做你想做的事